自古以來貴族之間都信奉母平子貴的說法 而今雖然世界文明得到發展 男女權力得到平衡 但是還有很多國家依舊無法根除這樣的觀念 近年來日本皇室更是向大家展示了一番 什麼叫做有兒子就能揚眉吐氣 我們都知道德仁天皇的妻子雅子只生了一個女兒 而文人親王的妻子季子妃卻生由兩女一兒 當初季子妃比雅子早進入日本皇室 算是享受了很長時間國民的關注 但是這樣的關注隨著雅子的加入而漸漸衰弱 不過對於季子妃來說 她的高光時刻並不是比大嫂提前嫁進王室 而是在40歲的時候拼命生兒子 而後母平子貴 把丈夫扶持成皇太帝 這一遭逆襲翻盤 季子妃揚眉吐氣不少 從那以後 季子妃和文人親王兩個人的風頭幾乎要蓋過德仁和雅子夫婦 可誰也沒想到 不到兩年時間 季子妃似乎又被打回原形 女兒不聽話 嫁給鳳凰男也就罷了 被當成攻鬥法寶的兒子還不爭氣 雪上加霜的是 文人親王冷暴力 對她越來越冷漠 難道說 爭了半輩子的季子妃 到頭來還是會輸給大嫂牙子嗎? 大多數軸力相爭的根本原因還是出在各自的丈夫身上 小時候的文人親王也被父親和爺爺偏愛過 他各自比德仁高 又會撒娇賣萌 那時候 比起文重的德仁 文人就是王室的開心果 可是 隨著年齡的增長 兩個人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大 倒不是說文人比德仁差太多 而是他作為二王子 理應站在王楚哥哥的背後 為了不讓媒體抓住兄弟相爭的把柄 文人連留學都得等哥哥畢業再去 諸如此類的例子太多 因此文人的性格也越來越沉悶 後來到了結婚年紀 一直被教育理讓哥哥的文人決定搏一搏 那時候 德仁苦追雅子不成功 而文人和戀人妻子的感情已經水到渠成 要等到德仁成親再結婚 那得等到猴年馬月 於是 文人跟王室鬧了很久 終於等到王室的同意 妻子要和文人親王結婚的時候 全國聲音一片大號 那個時候大家眼中的妻子清純可愛 還難得地善良 那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被日本民眾認同的平民妻子妃 成了大家眼裡最討厭的皇室成員呢? 她的標籤變成了 笑容像狐狸 讓人心生恐怖 爭強好勝 愛搶雅子皇后的風頭 如果非要追究個時間 那應該是在40歲吧? 之前的妻子也是一個從純真少女一路走來的傳奇 她的熱度不亞於軸裏 妻子 妻子的父親只是一位大學教授 這樣的家事如果放在以前 日本皇室是絕對不會給她任何靠近的機會 雖說妻子皇后也是一位平民皇后 但是她的平民身份妻子非沒法比 小和田家族祖輩要麼是政界要員 要麼是資本家 妻子的父親就是一位外交官 妻子雖然沒有像妻子皇后那樣 從小跟隨父親輾轉過著國際化的生活 但也算是周遊過列國 她6歲時跟著父親在美國生活 期間返回日本一段時間 後來父親工作需要又到了奧地利 國家切換多了 小小年紀的她就學會了德語和法語 頗有才華的妻子後來再回到日本讀書時認識了文人親王 並且越走越近 還得到了皇室的認可 那個時候的妻子非真的是自帶流量 無論是婚前還是婚後 她都是熱情開朗 樂於助人的形象 婚前 她幫隆雅人翻譯講義 婚後她繼續參與慈善事業 還很虛心地跟著自己的婆婆學習皇室事務 可以說哪一方面都不落下 然而 這樣的風光在1993年被嫁進來的妻子截胡 妻子嫁的是德仁皇太子 未來是要繼承大統做皇后的 媒體的鏡頭一致調轉方向 把1990年嫁進皇室的妻子妃亮在了一邊 也正是因為這樣 妻子妃把大嫂雅子當競爭對手 尤其是當她赤裸裸地感受到了王室的偏心以後 原來 妻子妃生下二女兒家子公主以後 就被宮內廳以照顧王楚夫婦的情緒為由 被告知不能生第三胎 連生孩子都不能掌握主動權 這樣的秦王妃當起來多憋屈 此外 王室還處處拿妻子妃和妻子做比較 妻子溫柔大方 是留學回來的優秀外交官 而妻子妃呢 能成名 全靠背後有文人秦王撐著 一來二去 妻子妃的心態哪裡能放平 從活潑可愛的少女到笑容虛假的妻子妃 她也是被王室磨平了棱角 2001年 妻子生下愛子公主的同時被診斷出 以後幾乎不能再懷孕 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裡 鴨子的壓力大到患上各種疾病 這期間 妻子妃一直代替大嫂 出席各種公務 而真正讓妻子妃看到希望的 則是宮內廳通知她們可以為王室延續血脈 東宮午後 日本皇室的統治面臨後繼無人的危機 在大家熱火朝天地討論女性天皇的時候 儘管鄙視的妻子妃已經過了最佳生育年齡 可為了翻身 她還是決定拼一把 最終她為皇室添了一個男丁 幽人 成了拯救皇統的第一功臣 生了兒子以後 妻子妃在王室的地位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提高 招相時兒子占C位 外出時妻子妃抱著兒子 一把年紀的天皇親自划船 這樣的優待以前的妻子妃都沒有過 望著唯一的兒子 妻子妃的心早就偏得沒邊兒 兩個女兒禮讓兒子已經是常態 有時候 幽人對姐姐們都不使用境遇 可這些妻子妃都視而不見 她只會教育女兒聽話 不要給王室抹黑 昔日的屠龍少年成了惡龍 不滿王室偏心的妻子妃 也變得跟那些長輩們沒兩樣 或許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生活環境 所以 真子公主才會一門心思鋪在鳳凰男身上 和昔日的文人親王一樣 真子在婚事上也格外堅持 區別在於 妻子妃好歹是名門閨秀 而小氏龜呢 是個欠债的鳳凰男 從戀愛開始 真子和小氏龜的感情就不被祝福 單親家庭長大的小氏龜有個老赖母親 她本人學生時候欺負同學還花心 可就是這樣一個男人卻把真子迷得神魂顛倒 為了證明自己嫁給真愛 真子連王室準備的1.5億日元的嫁妆也不要 因為這樣的話 她就能證明小氏龜娶自己不是為了金錢 可事實證明 父母的反對也有道理 當初被王室送到美國讀書的小氏龜 今年依舊沒有通過法考 現如今 養家的壓力已經背在了真子身上 後來還有媒體報導 當奶奶的美智子擔心孫女過不好 要拿自己的積蓄救濟真子 女兒唱反調 嫁個鳳凰男 兒子幽仁也不爭氣 幽仁就被同學的父母舉報過 說她在學校欺負同學 上了高中以後 她又被爆出 以前的得獎作文居然是抄襲的 這下子 姬子妃真的是有些上頭 因為這些事 姬子妃跟文人親王也鬧起了矛盾 他們互相指責 疏於照顧女兒 讓她嫁給一個鳳凰男 而這個女婿還間接帶壞兒子 兩人的關係一度僵道 東京奧運會的時候 預定出席的姬子妃都沒有露面 並且在現在的王室活動中 姬子妃跟文人幾乎不交流 倆人的臉色一個比一個冷 於是有人推斷 夫妻倆的感情變淡 只是為了面子在勉強維持 與此同時 關於文人親王出軌的陶色飛文也冒了出來 這樣混亂不堪的生活對比一下雅子皇后 單純舒適的生活環境 高下利劍 早年間還曾因為和同學鬧了一點矛盾 就不想上學的愛子公主變得乖巧懂事 進入學習院大學後 她不僅以學習為先 還公開表達了對大學生活的熱愛 而愛子的這一系列變化都要歸功於她的父母 他們一家人總是無話不談 分享喜悅與哀愁 當愛子在學校遇到困難時 鴨子妃總是能和朋友一樣 認真地傾聽女兒的心聲 在愛子公主成人禮之際 德仁一家更是尊重愛子的意願 不定置心的皇冠 以體現皇室與民共苦 其實 我們都有感覺 德仁一家出現在公眾事業的時候 總是夫妻關係和睦 親子關係和諧 他們的眼神裡只有彼此 每一張笑臉都是發自內心的真誠 5月下旬 鴨子跟季子妃一起出席活動 現場的鴨子落落大方 而季子妃在一旁還是個隨行者的身份 拼命生下兒子卻跟女兒漸行漸遠 連帶丈夫也有怨言 這樣的爭鬥 贏了又有什麼意義? 更別說 德仁精力充沛 等到文人上位還在什麼時候呢? 要是等到成為太后才能徹底翻盤的話 季子妃還有希望嗎? 爭了大半輩子 已經55歲的季子妃過得勞心勞力 滿臉疲憊 反觀 鴨子呢 她用心教育女兒和丈夫的日子過得和和美美 笑起來溫和幸福 這麼看來 不爭不搶 放平心態 才能過得真正舒心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 歡迎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內容 記得訂閱點贊 我們下期不見不散